最大最久的高股息ETF 0056也是規模最大的0056 迎來了史上最大的變革 新增26檔有五大變革 我們這節目會講得很清楚喔 0056是規模最大的高股息ETF 目前規模1693億多麼大的一個規模 它本次調整在2022年12月16日 禮拜五旁後生效 要迎來最大的一個變革 第一大變革 九大族群變成15大族群 原業史股30單股票分為九大族群 這九大族群也分為電腦及周邊設備業 這個佔了36.39% 還有半導體水泥工業 航運 航運就是很直接的 就是暢銅跟陽明而已 電子通路 鋼鐵 光電 電子零組件 還有零件 你有沒有發現到 電腦及周邊設備業 還有半導體就54%了 現在新增六個族群 哪六個族群 以前都沒有放進去的 金融業 金融保險業 還有其他電子 還有 反織纖維 玻璃陶瓷 塑膠工業 塑膠工業就是台塑這種 還有 貿易百貨相關的 新增六族群 這是第一個 最新的 最重要的一個變革 那第二個變革是什麼 30檔股票 變成50檔股票 原本30檔股票 結果本次 剔除五檔 那應該變25了 再加入 26檔 新增的成分股 25加26 是51 為什麼不是50呢 因為9月份 0056刪除了258的 一龍墊以後 就沒有新增 持股 所以目前是 29檔 所以 不是 30-5加26 等於51 是 29-5加26 等於50 同學 我們的數學 應該還不錯吧 差不多啦 所以 30檔股票 新增了 26檔 剔除了 5檔 這是史上 最大的變革 這是第二個變革 我們來細看來看一下 下面表 是原先的29檔 你會發現到 聯勇是最大的比重 6.20% 華碩是 5.56% 最下面的5檔 用紅色來表示 是準備被剔除了 沒看錯 陽明占了4.62% 居然整個被剔除了 還有 中鋼 還有 台泥 中鴻 超豐 所以 被剔除的最大成分股是 陽明 以4.62%的權重來看的話 會造成 1693億的規模 乘上4.62%等於 78.21億的賣壓 換算成陽明的股價 你去除一除陽明一張的股價 有127525張 會在12月16日 禮拜五盤後生效 可是 前三天預計投信就有動作 所以 12月14、15、16 會有極速的投信 大規模的 拋棄陽明 這個是大內幕 直到12月23日才會結束 因為它會分5天的生效 所以換句話說 從12月14日 一路會有投信的賣壓 到12月23日 大概也是 整整 8個交易日 要賣掉 127525張 所以這幾天 陽明的股價 應該很難噴出去 除非SCFI的運價 上揚 不然 陽明的股價 在12月中旬 甚至12月聖誕節之前 都有一天的賣壓 很難上漲 當然 上次剔除義龍店的時候 義龍店股價幾乎也是 文風不動 有小幅度的賣壓 所以這一次 正好測試 陽明經歷 這麼大的賣壓 情況之下 是否 能夠 利空 徹底完成 如果這麼大賣壓 短短的 8個交易日 要經歷 127525張的一個賣壓 陽明的股價還能 屹立不搖 那陽明 可能奠定了 這一年內的底部哦 所以這個第二大變革 有個 最新的八卦 陽明這檔股票 官是0056這檔ETF 就要賣掉它 127525張 接下來 好戲 等場 等下看看它未來的趨勢怎麼樣 剛才是原本的成分股 它準備提出的成分股 現在新增了26檔 琳藍滿目 這26檔成分股 還沒有跟你講 權重多少 可是這26檔的成分股 平均權重 1.8% 那26檔個股 你看到有 齊鴻 日月光啊 還有台光店啊 珍鼎啊 永豐金 圓大金 巴拉巴拉的 台坡 台塑 蘭亞 潤泰泉 這些 納入股票裡面 比較熱門的有 紅海 景碩 南電 那我剛才說過 26檔平均1.8% 等於46.8% 代表調整成分股的時候會有 1693億 乘上0.468 接近800億 792月資金 就集中在這26檔的股票 那這些股票 一樣哦 在12月16號旁揮就生效 然後 投薪在前13天就有動作 所以等於這前3天等於 12月14號到10月23號結束 哦 因為這種新增成分股 會要調整生效5天 不然你學到東西也沒 第三大變革 為什麼要新增股票 築取與膽數呢 因為2007年台灣高股息指數 發佈時候 這也是0056 ETF 所追蹤的高股息指數 30檔個股 占台股上市市值前150大的個股比重 26% 可是到了今年8月底的時候 比重降到13.7% 代表性不足了 那根據指數回測 如果我成分股增到50檔 可將比重再度提高到25.6% 保持高股息投資的代表性 而且個股增加有助於分散風險 減少單一個股對波動的影響性 還有其實基金有法規規定哦 同一家基金公司哦 投資上市貴公司 不能超過其股份的10% 你想想看 0056以前不到500億 到現在 接近1700億 近兩年規模超過兩倍 速度之快 也拉高它在單一公司的持股規定 逼近法規的限制 那可能就沒有辦法再買了 那就算就會有矛盾之處 所以這不得不更改這些舊的規定 不得不變革啊 在這邊 也要破解大家的迷思哦 有人說 0056 改變選股的膽術 是為了打敗現在另外一個更紅的 00878這個高股息一貼股 但0056只是跟著負時指數調整 像負時指數改變的規定 0056這檔基金就改變的規定 不是為了要吸引人氣 完全沒有關係 這很重要 那改變持股數量 對殖利率的影響 我們看得清楚哦 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現到 變成50檔成分股的時候 誒 這個殖利率反而都下滑了 蛤天啊 從30檔成分股變成50檔成分股 反而下滑 就像我講的 有時候會變代表性不足 它不得不改變 這ETF從30檔個股變成50檔個股 反而平均殖利率下揚了 這大家料所未及的一個地方 可是呢 殖利率下滑 更是你看一看這個回測的表格 30檔成分股跟50檔成分股 它是直接用指數來表示的 雖然ETF去追蹤這個指數 去追蹤這30檔 或者說50檔回測過去 可是畢竟指數是指數 ETF是ETF哦 有時候它差異度 還差在 誒 以實現的資本利得啊 什麼叫以實現的資本利得 我賣掉我這些 譬如說我這次踢除陽明的 我要扣除一些資本損失 還有一些其他的費用 所以那可能就有誤差了 所以指數回測是回測 ETF實際的殖利率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到 第五大變革 同樣是回測 台灣高股息指數 30檔跟50檔 你會發現連化報酬率不太一樣 從2015年到2021年12月 這7年間 你會發現到 誒 追蹤這30檔 平均值得利率比較高 追蹤50檔 從6% 價漲到5.7% 可是連化報酬率 確實比較多 誒 值得利率少賺0.3% 結果連化報酬率 增加了0.1% 一來一晚差了0.4% 為什麼 代表是另外選擇這20檔股票 可能 重點是 台灣高股息 成分股指數這30檔 跟50檔 最後看最終結果 連化報酬率 居然 50檔 連化報酬率有贏了 可是也只增加0.1% 所以換句話說 大規模的換股 大規模的新增成分股 其實連化報酬率 一個12.3% 一個12.4% 你覺得有差很多嗎 變化根本不大 可是我剛才說過 追蹤指數是追蹤指數 不論你追蹤30檔 還是追蹤50檔 都有誤差 0056之前追蹤30檔 連化報酬率應該12.3% 可是實際報酬只有10.49%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管理費用 還有一些交易成本 所以以實際表現 因為你畢竟買的是0056 連化報酬率10.49% 算還不錯的一檔 ETF 只是我覺得00878會更好 為什麼 因為0056近10年年化報酬率 是6.87% 00878還沒有成立 可是近兩年的年化報酬率 你會發現到 00878接近10% 0056只有1%不到 0.25% 這兩年來 00878狂贏0056 甚至2022年 0056是負的23.89% 00878只下滑了14.32% 所以和00878來比較的話 我認為0056變化後贏罵贏過00878 首先第一個 我們剛才已經回溯了 不論是追蹤30檔 還是追蹤50檔 其實報酬率幾乎沒有影響 00878贏0056 不是小贏 是狂贏 第二個 我認為選股邏輯沒有變 因為0056 為什麼這一次 這麼晚才踢除陽明 然後在股價高檔的時候 相對增加殘隆 增加陽明呢 因為0056的選股邏輯 就是預測未來 挑選未來一年 預測現金 殖利率最高的30檔 或50檔 可是他有可能選到 景氣循環股 他有可能選到 30元的友達 他有可能選到 200元的殘隆陽明 Again 可能再一次選到下一個 景氣循環 景氣最好的時候 準備賺最多錢的時候 你去選到他 可是也準備下滑 甚至準備虧錢的時候 你可能通通經歷到 所以0056 他的選股邏輯 在這邊不變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回溯過 不論追蹤30檔 還是50檔 看起來績效 都沒有什麼改變的情況之下 可能00878 還是贏了0056 蛤 五大變革 居然這些結論 有沒有感覺到 好可惜 並不會 至少你可以利用這一次 來去測試這些 剔除的成分股 不論是陽明 中鋼 台泥 中鴻 超豐 這幾檔剔除成分股 看這一次會不會利空測試 利空加速感情 你也可以看一下 這些 新增的成分股 如鴻海 景碩 南電等等 會不會有買盤力道 所以我要再提醒大家 其實不只剔除還有新增 還有原本的24檔 沒有被剔除的這些個股 例如我們剛才之前的表格 聯詠華碩 觀寶科 管達 這些原本的 不動的成分股 它仍然會受到 權重減少的影響 通通都會有 因為新增太多成分股了 所以你還是學到這些秘密 可以測試這些利空 也可以讓它訓練到 原來選股測起不變的情況下 就算它新增幾檔個股 它的報酬率 可能還是不會改變 你學到這堂課了嗎 今天的節目很精彩 如果今天有學到東西的話 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喔 台股爆爆爆 今天就結束了 謝謝各位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我們訂閱頻道 也有十幾萬人了 喜歡我們節目 就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什麼 也要記得留言喔 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台股爆爆爆 我們下周見